各位室友大家好 今天是文化能量学 专题报告的第13讲 我们仍然以这本书 文化与形状 宇宙无形能量的人文历史演绎 作为蓝本来讨论文化能量学的理论 今天我们说第一章 显态性状与影态性状的本质关系 中间的第九节 本体人格化的信仰对象 神何以能存在 第一个问题 量子理论的实验已经证明了 整个天地万物由能量转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 就是这个波平态转为粒子态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转化是需要一个意识的存在 就是由于意识的存在使这个转化成为可能 从波平态意识存在 这波平态的探索 然后转化为粒子态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意识 它就在这个能量转化的过程中 起到一个能量子的作用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以太波中间的 什么胶子 光子 这个引力子 西克斯利子的传递作用的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这说明了 这个能量它具有意识 那么它就是一个生命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人的意识是对那个能量意识的反射 才具有意识特征的 所以人的意识 它实际上也可以使得这个波横数探索 从能量而从波平转化为这个粒子 可以看得见的粒子态 物质形态 所以我们人的意识 我们人的眼睛能看见 天地万物就是人的意识的作用 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人的意识 它是人的这个器官 它是生存在这个时空界中 也受到时空界的一种限制 所以它的这个转化 意识功能的这个转化 不及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能量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前面我们都讲过 对吧 那么这个能量具有生命特征 所以早先的人类就崇拜这样一个能量 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生命 所以就会产生崇拜文化 就宗教的开始 所以神学信仰最后就由其而至 是这样来的 那么问题是 最初的那个能量啊 它是一个线性的物理的波平 那么它和我们后来所讲的 这个人具有的意识 以及由意识产生的精神文化特征 它应该是不相等的 那么这个中间怎么会转化过来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答案 所以这个日本的一个 这个哲学家叫钟江赵明 他就这样说过 他说精神 精神啊 意识啊 它不是一个本体 不是本体 它是由本体发生出来的一种作用和活动 所以它不是一个生命 它不是神 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人自身的存在性质 的人格化的虚构 这是它的观点 这是它的观点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这个 量子量子的性质 对吧 这个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它既表现为生命的行为活动 又表现为生命主体自身 前面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过的问题 对吧 本体本质的问题 讲到过的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 它是一种叠加态 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法国的哲学家庞定 他就说 他说这个能量啊 最早的这个运动啊 它既是为事物的一个部分 是事物之一 它又是为什么 就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 那个自身主体 所以这个能量创造天地万物的活动 实际上是主科体合一的灵性的实体活动 它是这样的一个认识 对吧 那么 历史上的神学信仰者 一般都是把这个 那个最初的这个能量啊 把它人格化 成一个神来崇拜 那么因为这个宗教的不同 所以这个称呼啊 对所崇拜的这个宗教 称呼是不一样的 那么犹太基督教叫上帝 伊斯兰教阿拉 古印度教防天 对吧 那么不管他们怎么教 那那个东西 那个能量的神代 它是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尸体 它本质上就是这个 能学信仰的生计法 就是把能量的运动 转化为 人格化为 神的运动 实际上是这样的关系 好 第二点 那么 最早确立神 这个观念的人呢 是古希腊的 斯多哥学派的这个代表人物 之洛 他认为了 我们天地万物的这个体观 可以无限可分 到了最小阶段 那个东西没有称呼 没有办法去称呼它 只能称之为一嘛 那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这个一啊 他认为 他是无所不包的 由所有天地万物 都从那个一 转化过来的 所以那个东西应该 成为神 就他首先命名 那个东西为神 那么我们人的灵魂呢 实际上也是 神的属性 对吧 因为神是能量来的 所以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那么这个人的这个生命 它也具有这个能量特征 所以也具有神的特征了 所以人的灵魂就是神的属性 它最后要归于神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日本有另外一个哲学家 叫西田几多兰 他说呢 他说这个能量啊 运动啊 它是唯一的一个实在 是无限对立的统一 我们人呢 把这个独立自在 无限活动的根本 称之为神 是这样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人 虚构的 假设的这样一个 一个称呼 这样 那么古希腊的另外一个学派 哲学学派 叫埃利亚学派 他这个代表人物呢 叫斯洛芬尼 他说能量实体啊 虽然是以抽象的这个形式 呈现出来的 对吧 但是他实际上 就是一个唯一的神 因为天地万物来自于无 所谓无就是没 看不见的东西 那能量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就是从无到有啊 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说他不应该 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因为人对他的认识不同 所以去否定他 不应该否定他 那么后来这个德国的 哲学家黑格尔 他也这样说过 他说上帝啊 不仅仅是一个实体 绝对的理念 和人格化形象 而且是呢 绝对的实质 绝对的人格的必然性 这也是他们 从哲学这个角度来 对那个神性的肯定 对吧 那么古希腊的时期呢 人们在有这个本体论 这是哲学 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 是最早的一个 刘伟学派理论 在这个本体论之前啊 这个神性观念 它就存在 就存在 那个代表人物 就是这个毕特格拉斯 他认为世界上有神 他想用一种方法 来证明神的存在 他用的方法就是素 他认为世界是素构成的 素可以去追究出 这个神的存在 那么他的这个研究呢 是通过这个 素的很多公式 定理代数函数 但是最后呢 可能没有给大家 一个明确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 他所用的这些公式定理 代数函数 最后成为我们人类 现代书学的基础 也是我们现代书学是 来自于比特格拉斯 这样的 所以意大利的一个哲学家 叫博弈修斯 他说没有数学知识 要想获得神圣知识 是不可能的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前面我们所讲的 天地万物创造各种形态 波平粒子 矿物直舞动 对吧 那么从波平 到这个粒子 是需要用数学知识的 那么再从粒子到矿物 用物理知识 然后从这个 矿物到植物呢 化学知识 再从植物到动物呢 生物学知识 所以我们人类的知识结构啊 后天的文化结构 它是跟这个 能量的演换有关系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波平修是说 数学是人类最早的有学位 这个学用最靠近 能量的源头 所以你没有那个知识 你是不可能获得神性知识的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 对吧 我们知道呢 这个基督教是源自犹太教的 对吧 但是它的思想体系改造 主要是来自 这个古希腊的斯多克学派 它的神学理论呢 主要来自两个体系 一个体系呢 就是波拉图的理念 两个世界划分 理念世界 那么 波拉图创造了的理念世界 有别于世俗世界的 在这上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呢 是为上帝存在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天国 这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两个世界的划分 第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呢 就是波拉图的学生 亚里斯多德 他有一个叫神学宇宙说 对吧 也就是通过这个哲学形式 逻辑推导 证明那个本体性的 这个形而上学的这个论证 神的存在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得出来呢 这个 整个我们的世界 除了这个地界以外 还有一个天界 第一界就是古希腊 很多哲学家 所探讨的整个世界来源于 可以看得见的四种物质 就是水 气 火 土 对吧 那么天界呢 它就是第五种元素 就是和这个物质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元素 那么这个元素就是这个 神性的元素 能量的元素 这个才是第一 对吧 所以这个亚利斯多德把这个无情的存在 这个能量哲学本体化了 那么这个哲学本体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哲学生 这是亚利斯多德的贡献 那么后来 这个古希腊最后一位哲学大师普罗提洛 他是继承了这个波拉图的思想 对吧 是新波拉图主义 他就把这个波拉图的这个理念世界 和这个亚利斯多德的神学天界 它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就是太一 心智和灵魂 太一 心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洛斯 对吧 第二层次的洛斯是希腊语 实际上就是心智 那么太一呢 就是元素的这个能量 心智什么 是创造 灵魂是人的生命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三个层次的这个划分啊 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的三一神性的教义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基督教的三一神性就是 圣父圣子圣灵 对吧 圣父就是太一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太一就是能量的原始形态 那么圣子呢 就是耶稣了 那就是创造 对吧 而灵魂呢 就是圣灵 就是见证 那么这三个东西实际上讲的什么 什么东西呢 是讲的 我们人眼所以看得见的天地万物 这形态之前 这个能量运动的三个形态 对于这个基督教来说 就是能量的三个威格 神的三个威格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同时他们认为 他认为呢 那么真正使这个能量啊 那么其中里面 上帝的这个存在 本体论的存在证明 是由这个安斯伦完成的 他是把那个 亚里斯多德的那个哲学神啊 把他经过他的这个 经验主义认识论证 把他转变为尸体的宗教神 这是他的贡献 对吧 那么奥古斯丁呢 他是完全继承了 古家最后一位 哲学大师 普洛提洛的这个 三一神性的观念 对吧 这个教育 他认为上帝呢 是第一性的 独立的尸体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 叫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 这个上帝之城呢 他写的目的啊 主要是为当时的 他所在的那个 古罗马的一个社会乱象 他用自己的这种表达办法 来争辨 争辨现实的一个目的写出来的 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表示了 两种爱 第一种呢 他是以这个亚当的这个长子 叫盖尹 他认为盖尹呢 很自私 只知道荣耀自己 去统治他人 所以呢 他认为盖尹所建立的一个城呢 应该叫世俗城 你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嫉妒他的弟弟 他最后杀掉了他的那个弟弟 也就是亚当的第二个儿子 他是为了统治别人 为了荣耀自己 他从来不是荣耀上帝 这是第一种性质的城 那么第二种性质的城呢 就是这个亚当的第三个儿子 叫赛特 赛特呢 很虔诚 对吧 尊重上帝信仰 很有信仰 具有这个上帝平等之爱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 这两种性质的人 建立了两种不同的城 对吧 那么结果呢 就是两个两分 结果就是 永伐和永福 那么尊重上帝的人 是得到永福 不尊重上帝的人 最后得到永福 他是用这样一个 叙述方法来解释当时的古希腊 和罗马的这个历史 事实 事正的事实 来论述 我们人类中继意义的 目的论的历史 历史观 他实际上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人物就是 安斯伦 刚才我们讲了 安斯伦就是 以理性逻辑的哲学 这个推理 来论证这个上帝的 实体性存在 宗教性的存在 他的代表作呢 就是论三一信仰 上帝何以成人 等等啊 很多 那么也就是把这个上帝呢 人格化 成为一个完美的 叫天起形象 那什么叫天起形象呢 就是说 这个上帝 不是我们人类造出来的 它就是 它自然存在 就像能量一样 它能量产生 宇宙产生能量 来产生天地万物 当然是自然存在的一个形象 不是靠我们人类去编造 虚构 它要强调自己 所以他认为 客观事物 它的实体性 它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神也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这个神 它是一种天起神学 它不是我们人类 后天的文化 给它强加戴上去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人物 就是托马斯·阿奎勒 他认为这个神学 他也一样了 认为神学不是自明原理 不是说我们自己通过学习 掌握了一些知识 知道了这个神学道理 不是的 他说神学是来自启示的 所以这个神学信仰 它要告于理性 神学的信仰 告于我们人类通过后天的智慧 理性来这个理解的事实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认为 人类的哲学 是为神学的秘律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他认证这个上帝呢 有个著名的叫五个论证 认证上帝存在 那么这五个论证的性质呢 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 他以运动作为例子 他说任何物体啊 比如说A物体 它会运动 一定有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说 这个A物体的运动 是由于B物体的运动 推动的 那么A物体运动的 这个推动者就是B 但是B物体 它也不是自动的 它很可能又是 由另外一个C物体来运动 推动它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样一连串的下去 最后他说应该有一样东西 他推动别人 但是自己不被别人推动 这个东西就是上帝 这是他的论证 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能量的尸体性 神的尸体性 就是什么叫尸体呢 就是他能产生别人 别人不能产生他的东西 就是尸体 所以这个上帝 他一定是个尸体 能量就是尸体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下面举的这个 二三四五的这样一个论词 其实跟前面的性质是一样的 他只不过用的对象不一样 比如说感觉对象 存在着动力因啊 还有自然的有生有灭啊 先后产生的原因啊 还有这万物的程度 能量的程度排练啊 还有最后一个 事物按照他的这个目的性的存在 这个从最右到最烈 这样的一个合目的性的排列 他同样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产生 那个只能产生别人运动啊 产生别人的这个 所有性质的东西 他最后那个东西 他一定是神 这是他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方法 对吧 那么这三位大师啊 他们的统一性质 就是认为这个神啊 是天气的 他不是我们人类后宣做的 他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存在 那么这个存在 由于他本身是一个抽象 无形的东西 对吧 所以不可能用一种科学的方法 用实证的方法来证明 把这个神存在 上帝从来没有一个 可以看得见的形象出现 对啊 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也就说明这个 这个论证啊 他还是一个人的信仰 具有虚构特征的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啊 它符合我们人的思维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人的想象 这种虚构 那么人和生物就没有区别 所以人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想一想虚构的能力 也就是信仰的能力 对吧 所以呢 最终这个神学 它会成为这个 我们人类文化形态 文化概念 文化体系的最初的一个体系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神学它成立的 那么上帝啊 唯一一个实体性的这样 就存在的认证啊 最后到了这个18世纪的这个 这个叫 迪卡尔 就去讲 法国就去讲迪卡尔认 最后中间了 为什么中间 因为大家认可了嘛 它就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 认可 所以从此以后 上帝就是以 他的一种灵体形象 他们都看不见 以灵体形象 存在于人世间 成为我们人类的 神的信仰对象 是这样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基督教神学 它的从开始 到最后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它并不是说 完美无缺的 或者是 每一个阶段都体现 它有正面的这种 能量和功能的 对吧 它中间也有很多东西 它反映出来的一种 它的 丑恶的 负面的一种因素 也有的 那么公元325年的时候 这个在 比如说的 尼西亚这个地方 开了一个大会 认证了这个 基督教存在的合法性 宗教信仰的 这个合法性 但尽管如此 在这之后啊 宗教还是会 还是有那种 表现出它的 负面的东西 还是很深的 比如说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 十字经东智 这个十字经东征啊 它就是以这个 宗教的名义啊 进行的 对外邦外出的 这个掠夺和侵略 实际上是这个性质 对吧 另外呢 像中世纪的 这个意大利发的 这个十一岁 还有苏罪卷 对吧 从本质上讲 就是利用宗教信仰 来进行掠夺民间财富 性质本身是这样一个性质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啊 他监禁过培根 对吧 然后谴责过波兰天文学家 格白利 我看到 那么也审判过这个 意大利的科学家 物理学家 蒋里略 还烧死过 意大利的 哲学家 布鲁龙 是吧 这个是事实 没办法 回避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基督教的旧约 圣经的旧约 这一部分中间 这个上帝这个形象 他的这个 并不完全是一个博爱者 他基本上可以认为 是一个战神 是一个神 战神 他是一种具有战斗性质的神 有学者记载过 这个有关圣经中间 诛杀的这个人啊 诛杀的这个人量 大概有九万零五千一百五十人 有人统计过 但没有考证啊 就说明就是说 他是一种战神 他不是完全一种 博爱的形象 比较有这种 征服的这个特征 那么另外呢 他还下狱 上帝下狱 这个他的崇拜者 亚伯拉罕 杀掉自己的儿子 给自己先祭 这些也是圣经中记载的 当然最后是以这个羊替代了 他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不是很 很光明的 是这样的关系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圣经的这个描述 对于神的这个描述啊 就是把这个信仰和人的感知对象 混淆在一起 就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 耶稣这个形象在圣经中的表现 因为神 耶和华 它是一个神性能量 看不见 对吧 那么耶稣呢 神的儿子 那么神的儿子应该也是跟 耶和华 在圣经中以这个人的形象 在圣经中以这个人的形象 把他连在一起了 世界上 它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是一个人虚构的 假设的一个形象 它是这样的 认知的 认为 那么在1859年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一个生物学家 达尔文他发表了五种起源嘛 生命来自 他认为生命来自单细胞的 这个进化 那么这个学术呢 冲击了当时的这个 神学信仰的神创论 因为神创造世界 是因为神来自能量的人格化 所以能量创造世界 就是神创造世界 所以神创论呢 在当时受到了这个 新的这样生命的起源的 理论的冲击 1860年 第二年 有一场诗迹辩论 就是神创论和 进化论的辩论 最后达尔文赢了 对吧 但是问题在哪里了 问题在百年之后啊 一直到今天 这个神创论并没有消失 反而进化论 在某些地区 被限制进入课堂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进化论是什么 进化论是 生命从幻物中间 单细胞的演化 成为植物和动物 对不对 但是我们前面所讲 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一共有五种形态 而矿物并不是最原始的形态 所以我们现在人把矿物 叫做能源 其实是错误的 它不是能量的本源 矿物本身是由粒子产生的 粒子是由不平产生的 前面还有一大段的生命的 这个演化 只是那个生命呢 彼此在处在微光 如此而已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进化论啊 就受到了这个冲击 因为它不能代表生命的起源 它只是 冲击量使生命 从看不见的形态 变成看不见的形态 这一段描述而已 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神传并没有倒下来 现今这个新基督教的人 超过了二十几个亿 现在可能也不止了 对吧 这个数量要超过 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总数 整个世界的有神论者 差不多占到人口的85% 目前 那么其中基督教就占到了 33% 超过三分之一了 那么而且很明显的 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 凡是信仰 有信仰基督教的这样的国家 它的文明程度和发达指数 基本上是领先的 所以这里面的原因 我想可能就和这个 神创论 它这个神的形象 基于能量的人化的演化有关系 因为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你所有的东西都来自 最基本的那个本质 那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有人认为呢 这个好像是基督教 它经过了改革 你看 美国的马丁路德 法国的加尔文 对这个宗教进行了改革 那么最后产生了一个新教 那么这个新教呢 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宗教的观念 那么 使得这个基督教有了发展 其实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所讲的 它这个上帝这个形象 这个神这个形象 它是能量的人格化 它能量创造一切东西 你所有的东西在能量的 智能转换的过程中循环 你不断地返回衍生 返回循环 那么天地万不断地进步 所以它抓住了那个根本的东西 所以天地万物的形态 创造是有了 它都在掌握住 所以它有一定的先进性的原因 就跟这个有关系 对吧 是所有的国家的信仰强大 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利茨 早先在他的那个神政论里面 有一段话 他是这样说 他说基督教神学 它是指在唯一存在的必然观念 与原初存在的自然之间 找到了一条道路 想结合的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存在 对吧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也是一样的 很简单 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 唯一存在的必然观念 就是我们坚信这个能量转化 这个过程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以及原初存在的那种自然能源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把能量人高化 这个结果就是神和上帝的存在 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进化论呢 它不是能量的这个能源 能源 是能量的起源 它是这个 它是生命的起源 它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现象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不能叫缺战风潮 排除 这个完全打败这个神传论 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玄学的这个信仰 神学信仰 它是一种玄学信仰 它和这个科学论证是不一样的 比较典型的反映在这个 圣经中间的很多这种历史 历史叙事 这些历史叙事呢 一般讲都是经不住历史考 历史这个验证的 对吧 最典型的呢 就是圣经中间的出埃及 这一章 就是由这个摩西 带领着这个以色列族人 从埃及返回这个迦南 这样这一段路过红海 其中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族人 以色列族人通过这个红海的时候 这个神的作用是 他这个红海让开了一台道 让这个以色列人过去 而最后呢 法老赶到的时候 把这个法老的云队淹没了 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这件事情啊 后来经过考古证实 不是这样子 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就是首先这个红海 它不是红海 是芦苇海 因为红海和芦苇海之间 相差一个字母 异 红海是RED 芦苇海是RED 是船操的过程中间的一种 误操造成的 首先地点是有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当时这个 以色列人过这个芦苇海的时候 这个恰好遇到了西达 它在岸对面的那个 西达的山脱里利岛 火山爆发 喷发 喷发前呢 它是海水收集的 寄居集的收缩的 那么收缩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芦苇海露出了它的那个路 人很容易就过去了 而当这个法老的军队赶到的时候 恰好 这个山脱里利岛火山爆发 那个海水就倒灌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淹掉了这个 法老的军队 所以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它以这种神学的这种方式 教育的方式 神学故事的形式 来传播它的这个教育 所以它和这个历史事实是不符的 但是呢 这并不反 并不这个反外 这个宗教的叙述 它的这种 教育的这个合理性 为什么 因为神学的这个叙述 和这个实际的自然 科学的论证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 不能拿这个过程神学就讲到 构成世界的 它是一个事件 它不是一个事物 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 所以用科学的方法来 否定这个上帝存在 或者以考古现实的这个事实 来否定神学概念 是没有意义的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最后 第四点 从我们人的思想观念 来看这个神学信仰 它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人的意识本体化 那这个过程就是由 这个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哲学神 论证的哲学神来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神学信仰的人格化 那这个过程就是安世伦 他的人格神完成的 就是宗教神完成的 所以我们人类呢 我们人类啊 是比较理解这个能量的人格化的 因为这个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它把它人格化成神 这个神的信仰 神的形象存在 我们能接受 但是人人们往往不能理解 这个神又人格化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 能量 人格化成神来崇拜 怎么神又可以变成人呢 对吧 那么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的伦理情节 它和我们的世俗世界 在这个世界 人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致的 它的感染力比较强 所以这个原因呢 就是在由于这个 它有助于这个教育的传播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间就这样讲 他说理解现实苦难 理解天国的幸福 最佳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神人格化 神变成了人 变成了肉体 变成了感知的主体 那么使人感动 所以容易产生一个宗教金刚 你如果是用一个 看不见的东西来论书 很多人没有感性印象 所以你就达不到那种 传播的这样一个目的 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对吧 那么这个 神为能量的人格化 超越了这个生命 成了一个信仰 但是以这个人格化这种叙述方式 它是作为一种传播需要的 它并不影响神性的信仰 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反顺过来 来理解 我们能量人格化 成神的形象 人又来自能量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人就是来自能量的转化 那么神是能量的人格化 那么人就是来自神 对吧 本质上就是这个 能量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这个能量寄存在人的生命体中 形成一种叠加态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人具有神性 人的灵魂具有神性 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那么德国 早期的德国的一个宗教 这些人叫做李古拉 他有一句话很精辟 他这样说 他说撇开上帝来思考事物 就相当于 数目离开了一一样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所有的东西都一无所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下面一句 第二句是 撇开事物来思考上帝 上帝存在 事物反而不存在 这句话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 上帝这个形成 这个词汇转换成 用能量来代替 就容易理解了 他只是转了一个旺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 撇开上帝思考事物 撇开能量来思考事物 撇开能量 我没有能量 我们来看我们眼前的东西 结果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数目离开了一 一是什么 一是所有的东西的来源的最基本的称呼 对吧 数目离开了一 你怎么去计算 也没办法计算 所以你这个离开了能量 你考虑所有天地万物 那也没办法地考虑 说清楚这个事物的来源 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天地万物 包括人 一无所事 你没有那个基本的东西 你谈这个没有意义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句 撇开了事物来思考能量 那么结果就是 能量存在 事物存在 这也是事实啊 你如果我们不去看 所有的天地万物 我们只看那个能量 去思考能量 那个能量确实存在啊 它一直在运动啊 它有的时候产生了万物 它有的时候 在没有产生之前 事物不存在 它存在啊 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上帝这个词汇 转换成能量的 马上就可以理解 天地万物的运动的规律 实际上他讲上帝 就是讲世界 天地万物的这个 转换过程 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所以美国的一个 叫宗教哲学家 蒂利希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上帝 是存在本身 而不是一个存在者 仔细 想一下这句话 那就上帝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 存在这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上帝 就是能量嘛 而那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 一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存在者 不是这个作与板凳这些东西 它不是 那些东西都是由这个存在 存在本身创造的 让它形成的存在者 那也就是说 能量创造万物 就是神创造万物 那个神就是一个存在本身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的东西 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呢 这个后来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福尔泰 我们知道的啊 法国哲学家福尔泰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即使没有上帝 我们也要创造成一个上帝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给我理解 就是他是在 好像有一点 发一个牢骚 对吧 实际上他是知道上帝存在的 因为能量存在嘛 那么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就是说 这个能量创造天地万物 神这个存在 是一种必然的 你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我们也必须要去这样做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 它违背不了这样一个规律 从能量到天地万物 从神到天地万物 这样一个过程 他实际上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是不是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